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帖 2.4到2.5卡池顺序确定 霍霍黄泉陪跑 扎子队,击波队起飞 2.4新角色技能大改 大新队友确定,黄泉专辅无了 废话不多说 首先就是2.4到2.5卡池新角色登场的安排 2.4卡池的两位新武新角色官方已经公布 分别是玉卒少女云黎和焦丘 其中云黎在上半卡池 焦丘在下半卡池 就不多说了 2.5卡池两位新武新角色 据说上半卡 十次飞销 下半卡池新武新角色是凌莎 其中飞销定位是风寻烈 凌莎是火风饶鸡破奶 刘英的售后队友 两位都是女角色 而说起2.4到2.5卡池复刻角色登场的顺序 也是很多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2.4上半卡池是霍霍陪跑云黎 下半卡池是黑天鹅陪跑焦丘 2.5卡池的话 据说上半卡池是真理医生陪跑飞销 下半卡池是黄泉陪跑凌莎 也是目前网传最多的版本 个人感觉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当然了 不排除随时改动的可能性 毕竟版本跨度大 大家看看就好 值得一提的是 焦丘 凌莎这两位新五星角色的登场 也会让道士队和刘英超击破队 在此起飞 其中焦丘的强度 目前来看 还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就是2.4上半卡池 新五星角色云黎 V4改动的相关消息 云黎在V4的改动中 天赋增加了 若不存在可反击目标 可反击随机目标 也就是说 天赋的普通反击可以反之暴了 六命则是文字改动 其他效果不变 六命常驻格挡了 也就是开了第一个大招后 格挡就一直在了 但是需要六命 还是比较难崩的 而2.4下半卡池的焦丘 在V4的改动中 一命进行了更改 伤害从原来的48%降低到了40% 简单来说就是 焦丘的一命 DOT能吃到了 更加适配DOT DOT队也算是喜提成男一位了 不过对于黄泉而言 那就是小削弱了 一命基本上可以放弃 之前虽然猜到焦丘可能适配DOT 没想到到了V4却非常适配DOT队 3月7则是文本优化 总的来说 2.4卡池的三位新角色 云离基本上是一路削弱 应该也算是别样的超模吧 焦丘虽然可以给黄泉 但目前来看 更加适配DOT了 这算是黄泉专服无了 DOT停来大家强了吗 就是不知道后续 是否还会有其他改动了 感兴趣的开拓者们 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